这外头都在传你和侍卫凌云彻的流言 你自己可知啊 皇上 臣妾都听说了 臣妾出身寒微 与凌侍卫言是同乡 自幼相识 所以 若说是青梅竹马 臣妾也不敢反驳 你自己倒是敢到朕的跟前说句实话 求皇上明鉴啊 臣妾为宫女时 应同乡的缘故得灵师尉挤回照影 所以惹出了流言蜚语 臣妾为了彼此的名誉便疏远了 同乡之谊便形同陌路 就算皇上要查 臣妾也不怕 但愿皇上能查个明白 还臣妾清白 一个侍卫让你身陷流言 你愿为该如何处置是好啊 若能杀之而出流言 臣妾愿意 皇上 臣妾是您的妃子 不能以为他人而污了臣妾的清白 毁了皇上的名誉啊 好 你敢说出昔日往事 可见心中坦荡 起来吧 谢皇上 请玉妃娘娘安 您怎么来了 皇上 臣妾有要事相告 玉妃娘娘喊不得您这是做什么呀 这玉妃啊 越来越放肆了 朕怎么会让这种无知妇人入宫呢 皇上 臣妾真的有要事 事关皇后 请皇上见一面 罢了 李渔 皇上 让荆州发的箭来 这儿 玉妃娘娘 皇上请您进去 冒倩 您先等一下 是 林夫人 您怎么来了 李公公 怎么不见林英彻啊 林大人不当职 正在武房休息呢 臣妾 叩见皇上 你刚结了禁足 就敢擅闯养心殿 皇上 臣妾擅闯养心殿 只为恭维茗玉 不得不冒死一剑 什么恭维茗玉 这皇家的清玉 岂如你胡言乱语吗 皇上 若不是铁证如山 臣妾怎敢舍命前来 是皇后娘娘 她与林一彻有私情 臣妾不敢隐瞒 确实有人证 物证啊 什么人证 人证便是 凌云彻的枕边人冒倩 为求万全 臣妾已将冒倩带入宫 在外耗着了 皇上 此事事关重大 你不可听凌夫人一面致死啊 好了 拜托 实际上 你不想要 穿过了 你不可听 这 declaration 你是不是 林大人 林大人 怎么了 您家夫人跟着岳飞娘娘进宫了 也不知道闹什么 您赶紧去看看吧 她到哪儿了 还能到哪儿 御前辈 坏了 又出事 走 坏了 妾身蒙皇上私婚 近日未曾奉召便擅自入宫 不论皇上等下如何责罚 请受了妾身这一片的孝心 下着雪真安静啊 您见着皇上也安静 您的婚姻 两个人都没什么话说 彼此轻动的时候 有说不完的话 如今开口 倒怕会伤着彼此 还是安静些得好 您的婚姻 皇后娘娘 皇上请您前往养心殿一趟 为何 皇上正在为流烟之事 问令妃的话 玉妃带了冒茜来面圣 一口咬定 凌云彻与您有私情 您的婚姻 呦 凌云彻 您怎么 微臣凌云彻求见 进来 微臣凌云彻叱 叩见皇上 令妃娘娘 玉妃娘娘 来得倒是不慢哪 皇上 微臣听说冒歉求见皇上 惊扰圣驾 微臣特意前来 向皇上请罪 冒歉 还不赶紧回去 我不回去 我还未将实情说出 林荫澈你这么急着赶我走 是心虚了吧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皇上 是微臣不好 微臣不懂得如何管教七世 让冒歉在御前无状 还请皇上恕罪 在皇上面前 你们夫妻二人争执个没完 可见平日不睦啊 令妃娘娘说得是 妾身的夫君不在意妾身 可惺惺惺惺的竟全是 皇后娘娘一人 妾身怎能跟她和睦啊 冒歉 你别忘了 只是在御前 你绝不可以污蔑重宫 更不可以犹如皇上上听 皇上 您万不可听冒歉胡言 俗话说得好 酒后土真言梦里话心生 若不是同床共枕 怎知道你竟如此的心心念念 连梦里也不能忘 常常呼唤皇后娘娘的闺蜜啊 如意如意 倒真是个吉祥如意 一听让人难忘的好名字啊 放肆 皇后的闺蜜 岂是你可说的 妾身有罪 皇上 抱歉此言 自恃虚无忧 胡言乱语 我胡言乱语 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次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一次 二十五年九月十三再一次 五年间梦一三次 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这些日子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后来了 坐 皇后啊 这些人在朕的身边过躁 朕本不想听她 但是这试舍皇后 所以就把你请来了 你却看着你 陈妾方才在暖阁门口 听得一言半句 确实与陈妾有关 那冒歉方才所言 林英彻梦一的日子有些特殊 你也都听见了 是 二十年四月二十 是景司妖王之日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 是永景妖王的次日 二十五年的九月十三 是皇上知道 荣平不能生育 生责臣妾的那一日 不知道 凌云彻梦逸梦逸的这些日子 是偏巧了 还是她与皇后 真是悲喜与共啊 皇上 冒歉说 凌侍卫在梦中 喊的是臣妾的闺名 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今也未可知 凌云彻是皇上的御前侍卫 且忠心耿耿 那三日也是皇上的悲痛之之 就算凌云彻在梦中 说出如意二字 臣妾想 凌云彻也是想助导皇上 随心如意 倒是冒歉 你的心思不可揣测 你为何就认定 凌云彻说的如意二字 就是本宫的闺名 皇上 妾身实在不敢冤枉皇后 可此事一而再再而三 妾身也是心存疑虑 不敢确实 是 直到妾身发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皇上 梦前还有物证 好 呈上来 微臣请贝勒爷安 昆宁宫的赵九霄 好 在这儿做什么 微臣想托贝勒爷 给于妃娘娘传个信 什么事 这 先退下 贝勒爷 玉妃娘娘带着林夫人 在御前闹起来了 说皇后娘娘跟凌云彻有私 快请于妃娘娘到养心殿 去劝一劝吧 好 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我会请额娘做主的 好 那微臣告退了 好 那微臣告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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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箱子这么多年来 你都自己好好锁着 不让我动 我就好奇这里面 到底装了什么值钱的东西 让你稀罕得跟眼珠子似的 直到我小心翼翼地 撬开了这锁 看到了这稀罕我 皇上请看 这靴子虽是十几年的旧物 可是穿些人爱惜 针脚还犹新 可这如意云文 却暗含了皇后娘娘闺名的协议 和妾身渔夫的名字 还秀在这般隐秘的地方 皇后娘娘 你可认得这靴子 本宫自然认得这双靴子 皇上 当年在冷宫的时候 臣妾与索心深陷火海 幸得令氏为相救 这事皇上也是知道的 索心就亲自做了一双靴子 替我二人向林大人略表谢意 是索心啊 皇上若不信 可以换索心来问 谁不知道索心 是皇后娘娘的贴身士兵 这云文即便不是她绣的 她也会替皇后娘娘认下来的 皇上衣衫上的如意纹 大多出自本宫之手 而这靴子的如意云纹 是索心绣的 皇上若不嫌费功夫的话 可以拿一件皇上的旧衫 和这双靴子一对针脚 也好 针脚玉湖来办 玉湖拿去比对 是 这双靴子一对针脚玉湖来 这双靴子上的绣花的确不是出自皇后娘娘之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即便如此 索心也是提名于皇后娘娘 凌鱼彻一事把这靴子宝贝了那么多年 并不能说明凌鱼彻和皇后娘娘没有私情啊 恶音珠 难道救命之情在你眼里就是阴私之情吗 皇上 来人 奴才在 把玉妃拉出去清净清净 将她关进的慎行丝 由着她自生自灭 皇上不要啊 皇上 臣妾对你一片耻诚 不忍你被蒙陷了 皇上 皇上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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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你 今后 皇上 真是 你 赢 秦 是 迪 可以 她 内 老前 你我夫妻 缘尽于此 你 你